你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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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这个 汉仪县的这个 中医院的南委书记 哦 然后乡村部 我原来在乡村工作 然后在文化工作 也在乡村部工作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汉仪县的这个花月湾 我们准备迎接 我们这个 创意的这些 这些 英雄们今天 回来 准备给他们找一个欢迎仪式 欢迎 现在我们去逛逛汉仪 然后 请再介绍一下 行呀 哈哈哈 你们准备看一看汉仪的哪些地方啊 汉仪 这个业绩还是挺美的 我们汉仪 这个是 在沙南嘛 在安康嘛 是吧 那个 那个 我们汉仪县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蓝面有凤鹏山 蓝面有木龙岗 所以我们是 黄凤陈祥的地方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还文有三位文化法师 三十兄弟 三十三贤 文有三位开国将军 所以我们也是 文武双全 嗯 我们这个汉仪啊 这个 叫汉仪呢 就是指在这个 汉江的水之兰为音了 原本就是在汉江的兰面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县子 实际上是在汉江的北面 那为什么还是叫汉阴呢 是因为我们原来啊 我们这个县城是在这个 汉江的北面 啊 宋朝的时候这个 这个汉江化大水啊 把我们原有的城池啊 冲掉了 啊 后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县城搬到了这里 但是县民呢 依然叫汉阴 所以我们汉阴是 民阴 食阳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阳和谐 所以汉阴也是一个 阴阳和谐的地方 汉阴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啊 对我汉阴就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了 那个 您能再重新说一遍吗 我重新拍一下 就是汉阴的由来 你重新说一遍就行 好吧 好了 好了 这个汉阴嘛 就是汉水 汉江的兰面 水之兰为音啊 哦 南面为音 但是我们现在的县城呢 是在 汉江的北面 这个 汉江的北面 但是原来最早我们的县城呢 是在汉江的那边 对呀 宋朝的时候啊 那个汉江发大水 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县城 冲掉了 冲掉了 然后我们就搬到这边来了 但是我们的县民没改 还是叫汉阴 反倒吧 原来叫汉阴的县城 这个地方叫做汉阳 所以我们汉阴的是 民阴食阳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阳互转 阴阳和谐 就是这么一个情感 好 谢谢您 好 客气 再见 那你晚一点有时间吗 晚一点是什么时候 说具体的 大概 大概有时间吗 微信到时候微信联系 微信联系 微信联系 微信也行 你打电话 好嘞 你大概说过时间快 好 好 好